目前曾姓死者的丈夫 他于案发后离开这个社区 那是没有出境的记录 本分局全力追查到案 离清案情 有带回两名关系人 那初步排除有涉案的可能 已经列为证人 身穿粉色衣服的女子 绑着低马尾头 垂得好低 悲伤心情常都藏不住 她是三重重大命案的 死者家属大女儿 由于超过一周 联系不上妈妈 才惊觉事有习敲 又联络不上之后 女的是女的 我就打给我妹妹 我一样你没有听到 我妹妹的声音 一样都是只有line的回答 她跟我说她在上班 在忙什么一回事 我说我要找妈妈 我说我联络不上妈妈 然后她就说 妈妈手机还没有换 据了解平常妈妈 二女儿以及二女儿的男友 跟孙子四个人住在一起 二女儿的男友疑似向妈妈 借款四十万 妈妈直到平平收到 贷款的吹脚简讯 才发觉事情不单纯 因为她一直收到一些奇怪的 就是贷款的吹脚简讯 可是吹脚的名字不是她 是那个男生的名字 就是妹妹的配合 然后我们就在想说 会不会是那个男生 拿妈妈的名字做保人 因为她没有缴钱 警方怀疑嫌犯可能是 二女儿的男友 事发地点就在两到三人的房型 房间跟大门都繁琐 没有破坏痕迹 死者的身上没有刀伤 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目前警方还在厘清 二女儿家中的组合情况 失联好几天 一见面却是这样的场景 让家属震惊之余 也悲痛至极 体学新闻中的报道 那在我们侦查过程中 有发现一个名黑衣的男子 到过死者的家里 那昨晚已经通知他 到案说明 初步排除于本案无关 那经查这个黑衣男子 是经过公司的通知 在5月5号 到死者的居住地 协助清洗鱼缸 目前陈姓死者的丈夫 他于案发后离开这个社区 那是没有出境的记录 本分局全力追查 道案厘清案情 本案经本分局调查 有带回两名关系人 那初步排除有设案的可能 已经列为证人 你有熟视关系人 或是熟视死者 这个还有代理清 好 谢谢 这样吗 好 那我找你 好 我们看到 其实警方他表示 目前已经带回了 两人到案来说明 但是已经排除了 两人犯案的动机 相关的详细办案过程 都还要详细的 进一步进行厘清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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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